Levioso Levioso A levitation charm Levioso 从小我们就期待能玩到一款出色的哈利波特题材游戏 虽然多年来有不少相关游戏亮相 但这些作品并没有达成给玩家寄出霍格沃茨录取通知书的幻想 而在体验了霍格沃茨之以后 我想说我们终于能玩上一款像样的哈利波特题材游戏了 游戏的开放世界再现了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辉红气派 优秀的魔法战斗让人赞不绝口 游戏内的角色魅力十足且令人难忘 还有无数的娱乐活动 轻轻松松就能消耗玩家几十小时的游戏时间 或许本作在游戏机制方面并不算特别突出 敌人种类也缺乏多样性 但这些问题可阻止不了霍格沃茨之以 带领玩家进入一场奇妙的魔法世界之旅 与大部分哈利波特的故事一样 霍格沃茨之以留下的情节漏洞 恐怕比鱼网袜的洞还要多 在这款动作冒险RPG的开头 玩家所操作的角色就因为不明原因 以五年极深的身份转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 参与各种活动 像是学习课程 击倒大蜘蛛等等 人物创建方面 大量的自定义选项 可供玩家创作属于自己的女巫或者巫师 完成后玩家便被卷入到魔法世界 与邪恶妖精之间的冲突当中 除此之外 当玩家开始不满足于成为普通神秘巫师组织的一员时 角色将会习得一些诡异的强力魔法 能做更多有意思的事 当然 关于这一点游戏也同样没有解释 相信有玩家会和我一样 看着自己被介绍给一百多年前死去的人物 听着他们在话中向玩家讲述重要历史 和如何拯救世界之类的内容时 肯定会无聊到翻白眼 但除此之外 霍格沃茨之以用一整套优秀的角色阵容 将叙事节奏带回了正规 给玩家讲述了一个正邪对抗的王道故事 大部分时间里 玩家会和同学们共处 他们会在校园内与你交友 协助你完成任务 帮助玩家练习使用魔咒的技巧 这些同学们也能给玩家留下深刻印象 例如来自斯莱特林的塞巴斯蒂安 狂妄自大又软弱 又或是来自格兰芬多学院的纳查 聪明机智且处世沉稳 与这些人物相处并完成他们的任务 有助于改善玩家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能让玩家在霍格沃茨的生活变得更加愉快 而不出意料 我甚至还能和自己授课的教授一起游玩 像是游戏中的重要人物飞鸽教授 他既是导师 同时也是玩家的好友 又或者是才华横溢的罗南教授 他的各种笑话会让人会心一笑 这让人感觉学校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 他们漫步在校园内做着自己的事情 玩家可以选择最感兴趣的一位去共度时光 这也正是本作所要打造的 魔法世界幻想的一个庞大且关键的组成部分 更棒的是游戏开放世界的设计几乎包含了 我在哈利波特游戏中想见到的所有元素 你可以在霍格沃茨的石器大厅和秘密通道里探索 骑着扫帚在禁忌森林里飞来飞去 或者是使用荧光闪烁照亮黑暗的洞穴 Avalanche工作室开发者们出色地还原了魔法世界应有的样貌和感觉 以至于无论他们要我做什么所谓任务 仅仅是身处其中就已经让我叹为观止 不过我在PS5上获得的沉浸感也偶尔会被游戏的性能表现上的小问题给打断 包括不稳定的帧率 奇怪的光照 快速移动时镜头突然放大等问题 更奇怪的是霍格沃茨的每扇门背后都附带了一个简短的加载动画 这倒是可以理解 毕竟这趟冒险之旅容纳了如此多的内容 作为一个对电影中的魔杖战斗提不起兴趣的人来说 我其实很担心霍格沃茨之一的战斗系统无法在32个小时的战役里持续吸引我的注意力 但我现在不得不承认被打脸了 游戏的战斗设计非常棒 迷人又充满挑战 除了从魔杖里发射出光球之外 还有不少其他的玩法 而且战斗的关键技巧在于躲避和反弹敌人的攻击 同时发挥创意 将魔咒进行组合打击 例如你可以用飞来咒把敌人朝你拉过来 然后用近距离火焰咒点燃他们 最后用爆破咒把他们炸飞 灵活搭配各种能力来将你的对手玩弄于鼓掌之间 这种感觉非常有意思 尤其是在解锁天赋术之后 还能通过改造来增强技能的强度 比如元素法术可以分裂击中附近的敌人 也可以直接将其转化成AOE攻击 许多遭遇战有着恰到好处的难度 我承认在此过程中我的角色也死了好几次 有的死于炫耀新的咒语 有的则死于不讲武德搞偷袭的地精 提升技能并找出最适合自己的魔法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 充满了实验的趣味 游戏还有个完美招架机制 像我这样的手残挡要反复尝试 才能在最后一秒及时割挡 玩家也会常常被迫改变战术 因为很多敌人带有特定颜色的护盾 只能被特定的咒语打破 例如有红色护盾的敌人 只能用火系法术攻击 这意味着玩家需要把这些法术留在手中 以备不时之需 尽管战斗系统从始至终都妙趣恒生 但玩家所面对的敌人很快就会前率俱穷 在花费大把时间和黑巫师 蜘蛛和地精战斗之后 各位仍然会反复看到熟悉的面孔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遇到重复的巨魔 或是不伦不类的魔法盔甲怪 霍格沃茨之一的敌人种类 也会很快变得单调起来 除了这些探险活动之外 玩家还可以完成一些更轻松的活动来打发时间 事实上霍格沃茨之一有着非常丰富的支线任务 玩家可以花几个小时来装饰在有求并一屋的个人房间 到处捕捉和培养各种奇妙的野兽 练习你的园艺技术与炼药技术 在霍格莫德购物 在地下决斗场和同学们一起展开大战 甚至可以选择变成伏地魔那样的大魔头 通过学习杀戮咒和其他不可告人的黑魔法 来成为黑魔法大师 打发几十个小时的时间其实并不容易 想要完全忘记主线故事中迫在眉睫的妖精叛乱事件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不断地去完成游戏中的 一百多个支线任务 游戏中并非所有的支线任务都具有同样的趣味性 有些只是到某个地方杀死某个人 或者收集某样东西 这样简单且无聊的差事 除了单纯消耗时间基本没有任何意义 但游戏中的许多支线任务往往是这样设计的 比如前面遇到的某个重要角色 要求你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或是完成一些善意的经典恶作剧 这样的设计也有助于玩家得到适当的奖励 无论是赚取装备来提升角色素质 还是获取装扮来提高角色魅力 甚至还能获取实用的新咒语 在这个常常由魔法数量来决定上线的游戏中 这部分内容才是最重要的 例如一个支线任务让你学会了阿拉霍动开 这能解锁一些之前玩家无法进入的地方 收集法术对扩张地图和丰富技能池来说 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情 这样我们也能拥有更多样更有趣的游戏体验 获取的装备并无法让你构建出一套全面的装备配置 但各位可以通过装备来增强各项抗性 并获得一些特别的buff 还可以花些时间升级和改造装备 来获得一点小小的属性提升 这些东西对游戏本身来说其实无关痛痒 但它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让我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装备 当然游戏中真正值得各位关注的战利品 非装扮莫属 霍国词之仪似乎很清楚这一点 他们想方设法地把那些看起来很酷的衣服 藏在地图的各个角落 这些物品对游戏性并没有什么影响 但足以成为我壮大我们传奇的斯莱特林学院 在各个学院中脱颖而出的动力 从各个方面来说 霍国词之仪差不多就是我一直心心念念的 哈利波特题材RPG游戏 它的开放世界中囊括了许多魔法世界里 奇妙的场景和让人兴奋的场面 游戏不仅有令人难忘的新角色 具有挑战性且细节丰富的战斗 同时还实现了我们对精彩的霍国词学生生活的所有幻想 使我在几十个小时的游玩过程中对它爱不释手 虽然本作的性能表现一般 主线故事有些乏味 敌人种类也较为单一 但即便如此 这些也无法驱散霍国词之仪所散发出来的 那股迷人的吸引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